全油管最快新闻,今年最后一个长假即将到来,中秋节和国庆节连在一起,形成了8天的超级黄金粥,但是节后将连续上班7天。 如果想要拼出17天长假,可以在9月29日至10月6日的假期后请假7天,并连上后面的周末。 评价自是需要注意使用带薪年休假,根据规定,工作经验越长,年休假天数越多。 大家不妨计划一下如何在这个长假中充分休息和放松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